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变得敏感脆弱和多疑 最终选择了一个有父之夫的光头哥作为伴侣 给人家当起了小三 小美对此事也是很纠结 她也觉得这样很罪恶很无耻 为此小美专门参加了一个情感倾诉会 就是一群同样有感情问题的女士围坐在一起 互相说出自己的问题 彼此相互开解相互取暖 在活动结束后小美回到了家中 忽然看到了一个面容丑陋的女人出现在了家门口 可把小美给吓了一跳 女人的脸上的伤疤明显是受到了外伤 看起来是猙獰恐怖 不过小美很快意识到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赶紧就调整状态 这个女人是小美请来清理下水道的 叫做阿湘 阿湘的活干的确实是不错 恰好小美的店里缺一个清洁工 于是就问阿湘愿不愿意来她这里干活 阿湘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转过天 小美又接到了光头哥打来的电话 呃算了 我们还是叫她秃头哥好了 小美本来是不想接 但实在是对这份感情难舍难分 于是就答应了秃头哥晚上见面 画面一转 小美精心化起了妆 准备和情郎约会 可画着画着又一次纠结了 然后又咨询了一番姐妹们 大家一致劝她说 绝对不能见面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小美也是答应了 为了转移注意力 小美邀请阿湘和她一起共进晚餐 两人聊得很是投机 阿湘也讲了她脸上伤疤的来历 说是小时候不小心打翻开水给烫着了 而小美也讲了她与秃头哥的爱情 就这样 两人的感情进一步拉近 然而小美并不知道 阿湘丑陋的外表下 还有一颗更加丑陋阴暗的心 吃完饭时 已经是很晚了 公交地铁也停运了 好心的小美开车送阿湘回家 阿湘的家在人际罕至的郊区 她似乎并不想让小美知道她的住处 半路就下了车 接着阿湘回到了家中 从冰箱里拿了些剩饭 然后来到了一个仓库的面前 将剩饭扔给了一个被囚禁的陌生人 陌生人也是饿坏了 像狗一样的爬了过来 画面一转 在接下来的日子 小美把阿湘当成了自己的亲姐妹一般 给她穿漂亮的裙子 教她化妆 看着镜子里身姿曼妙的自己 让阿湘的心中 产生了更加深刻的欲望 正所谓是穷身兼计 父长良性 在夜晚来临时 阿湘居然迷晕了小美 然后用小美的脸做了一个模具 望着小美那张漂亮的脸庞 阿湘陷入了回忆中 那时还是少女的阿湘 也像小美一样 长得很是美丽 但她的生活就像苦胆一样的苦涩 毫无人性的母亲 居然逼着阿湘去做那个傻女 接着画面一转回到了现在 阿湘贴下了小美脸上的模具 然后做了一张硅胶面具 之后她穿上了小美的衣服 戴上了小美的项链 把自己想象成了小美的模样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 阿湘更加的变本加厉 经常趁着小美外出有事的时候 睡人家的床 泡人家的浴缸 穿人家的衣服 涂人家的口红 俨然自己就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一般 另一边 外出办事的小美被秃头哥挡住了去路 结果没用了两三句 小美就叫谢投降了 两人情不自禁的回到了小美的家中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不可描述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阿湘 看得清清楚楚 阿湘恨得是咬牙切齿 她很反感这些臭人 玷污小美 玷污小美如同玷污自己是一样的 阿湘决定要好好地修理一下秃头哥 转过天 阿湘趁小美不注意 再次将她给迷晕 然后用小美的手机 给秃头哥发了短信 约她今晚在家中见面 晚上秃头哥是如约而至 结果一进门就遭到了阿湘的偷袭 被打晕在地 此时画面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少年时期的阿湘被母亲当作了赚钱的工具 每天就是不停地接客 阿湘是厌恶了这种生活 在一次接客时 和客人发生了争执 咬掉了客人的手指 喊捅了客人一刀 客人是恼羞成怒 将一锅滚烫的开水 拖到了阿湘的脸上 接着画面又回到了现实中 阿湘叫醒了小美 然后将她拖到了秃头哥的跟前 此刻的小美是被保鲜膜 裹得严严实实的 手里还裹着一把尖刀 接着又叫醒了秃头哥 然后逼着小美捅秃头哥的脖子 小美自然是宁死不从 没想到的是 毁容女阿湘想出了一个更变态的招数 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了硫酸 直接就浇在了秃头哥的腿上 秃头哥是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接着阿湘竟然又将硫酸硬生生的 灌进了秃头哥的嘴里 秃头哥是身不如死 请求小美给自己一个痛快 小美只好闭着眼睛 杀死了自己的爱人 接着阿湘又给小美打了迷药 然后将她装进了行李箱带走 而在出去的时候 被赶来桌间的秃头哥的老婆 漂亮姐给跟踪 结果跟着跟着 车子没有了 随后阿湘将小美困在了浴室中 她自己则来到了仓库 折磨那个被囚禁的陌生人 原来这个人就是阿湘的母亲十六姐 当年阿湘回了容后 本以为十六姐会出于愧疚 好好的对待自己 没想到十六姐依然逼着她 接客赚钱 阿湘自然是不从 十六姐就威胁要剪掉她的舌头 不曾想阿湘是拼死反抗 夺下了剪刀 直接插进了十六姐的颈椎骨 直接就把她给扎成了废人 然后关进了仓库里 像猪狗一样对待 另一边 漂亮姐跟踪来到阿湘的家中 并在浴室救出了小美 两人在逃跑的时候 被阿湘给堵住 漂亮姐惨遭毒手 小美只好再次躲进了她的家中 一番较量后 小美终于是逃了出来 爬进了漂亮姐的车 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再次被阿湘给打晕了过去 当小美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带着铁链囚禁在一间卧室中 小美走到窗前 想看看外面的情况 结果看到的是 戴着以小美为原型 制作的硅胶面具的阿湘 阿湘看了一眼小美笑了笑 正式的取代小美 过上了她的生活 而等待小美的 将是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首先声明一下 涛哥接下来要说的只是小部分人群 所以各位别着急开喷 难得涛哥吐槽和发表观点 不要像三年前那样 把我给吓得不敢发表观点 涛哥本来还是不想说那句烂大街的俗语 但现实中 确实有像阿湘这样的可怜之人 做的事是非常的可恨 他们不幸的生活 也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借口 虽然自己生活不幸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应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而不是像阿湘这样 变得心理扭曲 报复他人 虽然本篇没有鬼 但是人的心要是黑了 你就会发现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啊 最后你肯定会说 你没有与我感同身手 所以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劝我善良 但是涛哥要说的是 阿湘的做法 已经是触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所以不管是否感同身手 也要发表涛哥自己的观点 大家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如果你还是想喷我 那喷吧 反正我又不疼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我早就要do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